OdioJungle 即将成为正式法律 这项草案鼓吹台美之间实现所有层级官员的护访 严重挑战 一中红线 自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 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外事部门负责人 防务部门负责人 至今都无法访问华盛顿 而美国派官员赴台 也会避开敏感的军事防务部门 多以商务教育部门之间的交流为主 台湾旅行法草案 就是企图对这种受限的高层级官员互访进行解禁 台湾旅行法严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干涉中国内政 提出所谓应允许美国政府各级官员 包括内阁级国家安全官员 将官和其他行政部门官员 前往台湾与台湾同行会面 允许台湾高级官员以有尊严的方式进入美国 并会见美国官员 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 以及其他内阁机构官员 鼓励台湾当局在美设置的经济文化代表处办事处和其他机构开展业务 包括开展涉及美国国会议员以及联邦州或地方政府官员 或者台湾高级官员的活动 在3月1日的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 美国会参院审议通过了与台湾交往法案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 任华春莹回答 上述议案有关条款 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 但它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们敦促美方信手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 慎重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干扰和损害 参众两院都全票通过一项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法案 这极不寻常 它反映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时民族主义的空前高涨 国会的冲动与好斗达到了费点 议员们在用这个法案 发泄他们与中国有关的种种焦虑和狂躁 美国精英群体对中国的敌意在明显上升 这导致了台湾这张牌 快速重新变成美方的主台 美国是想继续把台湾地区当作抗衡中国大陆的一个桥头堡 希望营造出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 如今台湾经济对大陆形成高度依赖 解放军的强大能力则根本改变了台海地区的军事政治态势 在外交上大陆基本能做到逐渐把台湾的邦交国像拔毛一样拔突了 美国这时通过台湾旅行法是属于捣乱级别的 根本不具有对台海形式的战略设置力 台独设立是华盛顿手里的牌 也是他的一只狗 华盛顿用遛狗向我们抖威风 大陆就应该用打狗台以言 让民进党当局承受台美交流升级所带来的恶果 让不可一世的美国保守势力下不来台 台独对于台湾旅行法在美闯关甚为开心 叫嚣要有更多个界美方人士来台交流 蔡英文此前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感谢美国众议院的支持 还宣称该法案将有助于强化美台之间的持续性伙伴关系 一旦该草案最终成为法律 意味着台美交往公开官方化 中美关系的基础和两岸和平的基础都将被严重冲击 如果台美高级别官员互访 使必酿成高烈度的危机 大陆届时肯定会采取行动 让高层互访的台美都付出代价 由于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将因此动摇 中国的对美外交报复将会是全面的 这将大大增加美国处理世界很多问题的成本 让华盛顿深刻了解台湾问题为何碰不得 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如果不是民进党执行极端路线 美国国会折腾台湾旅行法 台湾方面也不会响应 因此一旦台湾旅行法在台湾落地 势必帮助大陆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 台海局势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解决台湾问题意味着什么呢 它大概会有两层含义 一是大陆采取行动 全面打压到内台独倾向 这期间台海会地动山摇 台湾公众从中彻底认识台独势力的危害 将他们从主流政坛中驱逐 台湾社会形成超越党派和阵营的 一个中国共识 任何一届台当局都不再有借助外部势力 与大陆抗衡的幻想 两岸关系之后得以进入平稳发展期 事实上开启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 二是在这个过程中遭到台当局的狂妄抵制 或者发生台美公然的政治军事联手 大陆一不作而不休 发动物力解放台湾的全面军事行动 一举完成统一大业 大陆会因此付出一时的代价 但从长远纪 这种代价将会小于台美 打破现有框架 制造一中一台 给大陆不断累积的代价